今天我要玩的角色是誰呢 一樣讓你們猜猜 提示1 只有克里希 能偶爾感知到他的存在 提示2 他很愛自由 但更愛他的女王 提示3 每年夏天 大家對他又愛又恨 你們猜到是誰了嗎 那一樣 給你們5秒鐘的時間 在影片底下留言作答 並留下呢 你們是在第幾個提示就猜到答案的唷 那我就再補充最後一個提示 給還沒猜到的人喔 提示4 他長得像颱風 你們猜到了嗎 他就是奇爾 你們有猜對嗎 今天呢 影片的主題是 觀眾來信時間 佑哥你好 我是一名使用奇爾 單排上星耀的玩家 不過我的奇爾是使用我 自創全新的套路 顛覆各個段位對奇爾的印象 我所使用的是 坦型的奇爾 那他所提供的裝備呢 是這一套 你們絕對不會這樣出 那也請大家不要輕易的來模仿喔 哥哥有練過啦 那我們就馬上去實戰一場 來試試看吧 我來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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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我和你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有個 愛優格 這場我所測試的棋惡就是前面那一套 你們絕對不會出的全坦裝棋惡 有些人會說 愛優格 這樣出會不會太硬 不對 是沒什麼傷害 你們等一下繼續看下去就知道了 傷害的部分 我本身就是走一個全坦 所以我根本沒有想要我的傷害能到多高 但是我很確保說 我在後期可以橫坦 甚至進去再出來 進去再出來 進去又出來 不會死掉 那出這套裝備之前 你要確定說 你的隊上要有一個核心的瞬間爆發輸出 例如我們這場有井 他就是一個瞬間爆發的輸出喔 那剛剛沒有貼到葉娜 我們就不去了 在中路 河道這邊蹲一下 看到一個四層血量的超人 直接把他帶走 還有這個阿萊斯特喔 這場我所佩戴的魔紋呢 是周而復始 復活流 那那一位提供給我裝備奧運魔紋的玩家 他是帶絕地死鬥 就是看大家怎麼去抉擇 那影片看到這邊 如果覺得影片還不錯的話 一定要幫影片點一個大大喜歡 那也可以順手點個訂閱 還有旁邊的小鈴鐺一定要打開 那訂閱跟小鈴鐺是不用額外付費的喔 免費的不用急的啦 我們這時候在中路的河道 開了一波小小的碰撞喔 那你會發現到 齊爾其實在前期的傷害量 絕對是不差的 對 就是我覺得還蠻痛的 那我的打野斧已經快要成形囉 對 我是出打野斧 那大家也會說 為什麼打野刀的部分不出詛咒之刃 而是要出打野斧 因為我們那一位粉絲他的思路就是 既然你要全坦 那乾脆就全坦 你不要在那邊不坦 然後又不痛 對 那乾脆就是 不要這樣玩了 對阿 那因為我這邊沒有寒兵制裁喔 所以想要先打爆那個超人 再去安全的吃魔龍 這時候發現到 齊爾開什麼大招 開有什麼玩笑 直接大招直接貼上去 我覺得這一場呢 在前期我們可以打得這麼順 呃 有蠻多的原因 第一個重點在於 隊友肯會來打架 第二個原因是 我的支援度可以看到是還蠻高的 參暖率很高 第三個原因是 對方的打野好像在睡覺 沒有啦 就是他們打野就是一直在農經濟 不太會支援 所以由此可見 打野前期會帶風向的 是不是有多麼的重要 我們一樣來上路做一個Gank 就發現到對方的中路其實也是蠻會跑線的 跑線真的太重要 那如果你們還是蠻喜歡這種觀眾來信時間的話 也可以歡迎在底下留言 或是如果你有更好的一些出裝idea 也可以歡迎來信喔 那這個來信呢 一定要是你自己親身體驗 用過真滴不錯的 例如 那我們的魔攻流反而真滴不錯 只是在於說個人操作的關係啊 所以決定他的強度 對 這個就是歡迎來信 OK 那我們這時候往下路做一個支援 可是看到中路快打起來 可是我還是想要去下路支援 我講過 玩打野 絕對不能夠只支援一路 要三路都去支援到 這時候來到下路的時候 但是呂布直接被砍著飛起來了 不過我們最後還是帶走了耶娜 最後呢 我們就把下路的塔 應該是可以帶掉的 那如果你還想要看到更多傳說影片的話 可以去追隨我的副頻道 叫佑哥的日常喔 在那個底下留言處的置頂都會有 連結可以去追隨一下 訂閱一下喔 記得打開小鈴鐺 OK 那稍微繞一下對方藍區 這是我 是不是稍微看一下 對方視野的一個動機啦 看到阿萊斯特 那阿萊一定還有大招 所以這時候千萬不要打殺他 不然你會被綁在塔下 很慘的唷 這邊我覺得你先吃一個藍 因為有藍的話可以降低你的冷卻 有些人會說 欸這個齊爾傷害不夠怎麼辦 我只能說其實不會不夠 你看我打在超人的身上的傷害 就是不斷在使用技能 不斷在刷新 對 一刷新一直打 我覺得傷害還蠻高的 那我就不賣關子 最後這場輸出好像有33%吧 對英雄傷害喔 所以全坦裝的齊爾 絕對還是有傷害的 只是在於說操作的部分更重要 欸這邊刷新二技能進去 直接開個大招貼上去喔 打死阿萊斯特之後 最後直接再帶走一隻亥犽 那你看到這邊 你會覺得傷害不夠嗎 不會 你會發現到我的技能 是不斷的在刷新的 我是基本上利用技能的基礎傷害 再打出更多的傷害 但還有我的普攻阿 普攻攻速也是一大重點喔 這個紅 哎呀 晚來了一步 稍微兇他一下這個凱格 凱格是對方的打野喔 就很明顯他不太會去帶風向 就 你就會覺得說 齊爾跟 凱格兩隻迷迷都是後期角 但是為什麼我的齊爾 可以到處去支援 這就在於 你會不會去帶風向 那這時候注意這個凱格 我本來想要去幫緊 要去救緊了 後來想說 算了啦 我直接去打對面後排啦 就是這個阿萊 阿萊弄爆之後 看到了凱格殺掉我們家的警 可是凱格最後還是死掉喔 這一波在中路的團戰 我跟你們說 我們是4打5的狀態 在剛剛突然跳一個廣告的信 我很困擾 我真的覺得 呃 雅虎奇目的信箱 我最近真的收到太多廣告信阿 垃圾信阿 真的太多了 超煩的啦 我現在還完全說一定要開誤擾模式 不然每次一跳出來一場算 看阿萊斯特綁得非常的好 OK 傷害絕對是夠的 那坦度呢更夠 那你可以看一下我們的血量 一格血量是1000血 我們現在的血量喔 看一下喔 喔 一萬多的血 有一萬多 因為有十格 十格還要再更多 看我們現在 我們在打這個凱格路士的傷害部分 直接一套帶走 再來就是這個亥犽 哎呀 一技能丟歪了怎麼辦 我們還被綁了 這次我們開到了今晚 怎麼辦一技能一丟 弄掉了亥犽之後 最後還反殺了阿萊斯特 好險這一波 我們阿萊斯特有過來幫我 去斷那個阿萊的大招 喔 嚇死我了 喔 而且剛剛還有死神的魔紋救了我啦 那這邊一二技能都沒中 就直接開個大招 往前貼一個一技能普攻 收掉了阿萊斯特 這邊被亥犽大招還有 所以我葉娜直接帶走了 這邊我直接看傻了眼 我就看隊友 欸 隊友打得不錯嘛 對面打了四隻欸 最後我忘記 我這場帶的是周俄復死啊 沒有用過半次 最後發現了 欸 趕快用 喔 這場 真的就是帶周俄復死就 只有用過一次 那麼一次 而且還要忘記 忘記來使用 那在復活馬上趕到這個戰場之後呢 直接二技能貼到阿萊斯特身上 帶走阿萊斯特之後 因為我們已經沒兵線了啦 又被人家追著打 利用重置二技能的方式 不斷的再往後逃脫 一技能丟普攻 重置二技能再往後拉喔 可以注意到 那個我的技能是不斷的在刷 不斷的在重置 那就稍微快轉一下 啾啾啾啾 自帶音效 那這時候來中午做一個支援 我絕對可以打啦 因為只要抓得到阿萊 我最怕就是阿萊 結果阿萊幫我 完全沒有任何傷害 你可以注意到 沒有傷害 因為我出的是仙靈 那超人頂我 撞我跳我 蹦我打我 K我 什麼 我還是不通不癢 因為我出的是全坦流啊 傷害的部分呢 你看吃兵線啊 視野怪的速度 還是很快 這時候再回頭去幫忙隊友 OK隊友爆炸了 超人不斷在推 可是我很坦 傷害量也夠 然後再加上 我們緊的傷害也很夠啦 在前期我講過 你們隊友一定要一個核心的輸出 絕對不能是你 才能出全坦流 不然你會發現到 你這場的 整隊上的那個輸出 會比較不夠啊 所以往前貼 雖然我殘血了喔 但是我是全坦流的齊爾 所以我還是敢 往前 往前之後還是可以出來 這就是我開頭說的啊 我可以進去再出來 進去再出來 就算我殘血了 我還是敢進去 這就是跟全坦流的齊爾 有很大差別 就在於 全坦流的齊爾 他後期不太敢進場 對 沒大招不敢進場 但是我不一樣 這場的輸出還是有33.6% 就真的很不錯玩 懂完的話 就推薦給你們 不懂的話 就不要輕易的模仿 哥哥有練過 那這場就到這邊結束 我是友哥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 我答應你 就對我來拍咖一下 他們再會拍咖一下 可是你一定會在這邊 那邊要拍咖一下 我會拍咖一下